今天是第二天 我其实我们应该是第三天 一开始我们两天干咳 有吗 有 那我是第二天 我就是昨天不舒服 而且像我们两个现在就已经到了第三天的那种低烧状态了 37度多 就是基本上烧或者不烧之间 但是其实肉皮上也会有那种酥酥妈妈那种 就是大家如果发烧到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发烧吗 我是能感觉到 能就是会发冷我就是全身发冷 就是呼出来气都烫手 对就感觉是吗 对我邪乎 真的 昨天小关昨晚上就烧 但是我觉得就是哼鸡两声确实挺有效果的 其实昨天晚上是我们全家比较难熬的一晚 就是平均一个小时就要醒一次 不管是因为发烧还是因为它不舒服 然后昨天我去楼下的药店 我怕它比较严重 我家的药要么就是过期了 要么也没有一个正经的退烧药 我备了一个睡觉前给它喝了两小包 但其实也没什么效果 到半夜的时候它已经到39度期 39度期 关锐这一宿 因为它头半夜就是几乎一直在喝水 我们俩就是完全喝不进去 而且非常烫 但是我们又冷的不行 我都快冻死了 我们俩就一直抱着两个火炉 要能喝水 我们一早上起来之后 症状已经减轻很多了 然后也不烧了 我就一直能烧水 烧了四五湖水 然后灌在那里 其实当大家发烧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要大量喝水 像我不拘泥它是什么水 罐头里面的水 只要是燕气就可以 柠檬水 白开水 可乐 都可以 想喝什么喝什么 我儿子居然连可乐都不想喝 平时就是妈妈我要喝一个 但是确实太难受了 要知道可乐以前可是治渴都治感冒 但真是喝不进去 不过现在每个人的症状都清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是第二天 我现在的温度是 刚才凉了一下38度 不知道今天晚上还会不会发高烧 如果是没有高烧的话 估计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就是这种咳嗽的症状 反而可能要伴随久一点 未来的两天三天 我觉得都是一种咳嗽的症状 主要是不敢咳 是因为一咳真的头疼 反正还好了 今天这一天算是比较平稳 我们俩都没吃什么药 我上午吃了一片止疼药 因为全身疼得又不行 起不来 他就是像一个驴一样 干活 烧水 伺候我俩 我俩在两个不同的房间 他说你俩在一起 我好伺候你们 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 当生病了之后 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 有一个牵挂的事情 比如说 要牵挂 要拖地 要牵挂 去做饭也好 或者去烧水也好 就是不要因为生病 去耽误日常 正常的一些生活 这样的话 反而这个病呢 就会觉得 没有那么的 对 没有好像 他一直在左右着我们 我觉得像 包括昨天 38度多的时候 我也并没有让他去 去怎么我 我没有让他阻碍我任何事情 我到晚上了 我躺在床上 就是看书 但真的是睡不好 终于 真的睡不好 白天一直在补觉 小关 玩了一天 对 终于有时间 大家就像过年一样 没日没夜了 你想白天去睡 想白天去睡就睡 想晚上看电影 看电影 然后还吐 他有吐 小朋友的反应可能不一样 对 其实他可能会反应最先 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好的 也是最快的 他现在已经基本就 虽然是可以写作业了 就代表OK 主动去写作业 对 你看我们今天就状态比昨天好 所以这可能代表了就是 像这个年龄段 我们可能40岁以内 然后孩子可能10岁左右 代表了这样的一群人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而且我可能我们啊 就想让这个就好多年也不发烧 我还是很享受发烧这个过程的 就是我就希望把我身体那些病菌啊 不好的去让他杀掉 然后其实能扛过去的 其实你如果你扛不过去 你自己身体会有反应 我觉得就是自己会给自己诊断 但是昨天小关39度多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担心的 但是小关很好一点就是 你给他做物理降温的时候 他反应非常快 他很配合 反应非常快 就是你擦完之后 再量就是38度 对 其实物理降温还是很管理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凉水还没有蒸发 但是那也是个方式啊 就是不能让他持续保持那么高位 但有个孩子他要不配合也不行 其实你知道 在肉皮很疼的情况下 你拿那个毛巾 然后又感觉湿湿凉凉的 碰一下皮肤 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疼 但小关依然决然的配合 不要夸太多 那也生病了 批评他的就是喝水喝太少了 但我也没说 但是我好了呀 皮肤刺痛 对 皮肤疼 好吧 尽情期待 今天晚上还是 如果需要爸爸的话就叫我 好吧 今晚我要喝水 爸爸我想擦一下 你俩今晚在一起好吗 好吧 去作业 好明天继续战斗 明天呼吸就不用战斗了 你可以游泳了 不要 好吧 拜拜 拜拜 拜拜